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有这般好状态 着实让人羡慕 崔志友手中拿着一个婴儿造型气球 下方有baby和个儿的字样 像是在公开胎儿的性别是女孩 崔志友首度曝光运度罩引起热议 保养得意的她完全不像44岁的年纪 当天有关崔志友年龄的关键词登上韩国新闻热搜 他在亲笔信上写道 大家好 很久没和大家问好了 首先 希望大家在艰难的疫情下仍然平安 预产期只剩半个月了 所以只是简单的在家门口拍照 在不算小的年纪怀孕 并在疫情之下焦急的做准备 让我感受到了母亲真的很令人尊敬 希望正在为生育辛苦准备的妈妈们 看到作为高龄产妇的我后获得力量 这一切的幸福有来于粉丝们 我也会怀着感恩的心努力打造幸福的家庭 崔志友的亲笔信 希望大家在疫情下仍然平安 更鼓励与他一样在疫情下怀孕的准妈妈们 崔志友前年三月宣布闪嫁年轻九岁的IT企业男友 如今即将淡下爱情结晶 年初怀有六个月生孕期间 仍客串玄和孙艺珍主演的韩剧《案》的颇降 虽然当时大度 但完全没有走样 崔志友在文中透露 离自己的预产期还有半个月 他们简单的在家里拍照留念 上了年纪后有了小孩的他 一边担心疫情 一边担心代产 再一次对韩国的母亲们表示尊敬 还激励准妈妈们 辛苦准备生产的妈妈们 也可以看着我这高龄产妇更加的努力 不过 崔志友的年龄确实是44岁 《冬季练歌》已经是18年前的神剧 和他一起出演天国的阶梯的金泰西 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崔志友直到42岁才步入婚宴的殿堂 他对感情生活极度保密 全外丈夫直接没有露面 日本媒体曾报道 崔志友的丈夫比他小9岁 是当地有名的红牌牛郎 此前的工作是在俱乐部包厢 陪客人喝酒 唱K等 与崔志友交往后 他初次帮丈夫打造身份 一跃成为IT界成功人士 对此 崔志友没有回应 他本身就是恋爱脑 如今找到真爱 自动隐蔽外界的流言蜚语 而且为了保护丈夫 崔志友的婚礼是在私密空间举办 仅邀请亲朋好友出席 婚礼没有赞助商 一切手势都是崔志友亲自挑选购买 费用均有新人支付 崔志友婚后积极备胎 好友直言如今的他像个孩子一样被丈夫宠爱 他一层短暂出席活动 被爱情滋润的他 幸福全写在脸上 前段时间 崔志友客串热播剧爱的迫降 身怀六甲的他没有录渡 单身才和气质出众 令网友感叹不已 崔志友前年与年轻九岁的IT企业男友结婚 结婚三年 崔志友马上就迎接新生命 这次他公开运渡照 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希望接下来可以看到一家三口合照 品一品孩子的颜值 是否得到母亲真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